Lisa留漫画刘海 我留漫画刘海 李盛金留二次元刘海 我留二次元刘海 杨超越留八字刘海 我留八字刘海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伙的视频 那点这个视频面 那点这个视频面呢 先把火速感来打在公屏上 我本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过 方脸面必修课堂 这个系列的视频呢 像我之前已经有出过方脸适合的发型 方脸适合的帽子 方脸适合的墨镜 各种 对吧 不知道你们是从哪个视频开始关注我的呢 如果是我的方脸系列视频的话 请扣一 虽然说我感觉我自己已经出过蛮多 这个相关的视频了 但是感觉大家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特别是我每次直播的时候呢 你会问的一个问题 就还是发型 特别是刘海 那本期视频呢 就来分享一下 市面上 不是市面上 是目前我们看到的 那么多不同种类型的刘海里面 哪个适合我们 哪个不适合我们 建议呢 先点赞收藏 再看哦 这个视频其实也磨了好几天 然后我还写了很长很长的台本 所以呢 真的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多多支持 那如果说你知道怎么挑选刘海的话呢 看伙子这一个视频就够了 本期价提到刘海类型 一个有十种 齐刘海 眉上刘海 漫画刘海 龙絮刘海 八字刘海 羊毛卷刘海 S型刘海 空气刘海 法式刘海 以及不要刘海 这十种类型 第一种 齐刘海 首先呢 先上结论 不是后播放脸 我之前不是出过一期暗黑妆容吗 就是带着那个黑色的 齐刘海 假发拍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哦 就那期我全程 展示我的妆容造型 全部都是特写和禁忌 而且我都是各种找角度 我没有正面 面向你们展示的 没有几秒钟 对不对 比如说我就这个距离 给你们展示的话 哇 不管是我 就比如说明星 我们的方脸大美人 舒淇 他曾经有一期的杂志 封面是这个样子的 就这张照片 你不能说他不好看吧 他还是好看 非常美丽的 但这个照片 他的齐刘海造型 跟他其他的海报相比的话 那确实不好看一点 对不对 因为齐刘海的话 他就是会让人的视觉重心 往下移 那移到舒淇 是他的好看的高屏的鼻子 立体的五官 那移到我们脸上的面中各种凹陷 然后鼻子又大 然后又塌 然后嘴巴又大 所以说就非常的不适合我们这种普通路人了 所以说这个刘海大家不要留恋他哈 我们进行下一个第二个没上刘海 也就是狗啃式的二次元刘海 不适合我们 但这种没上刘海啊 他给人看上去的感觉 就是那种好像被人剪坏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呢 他又非常的二次元 就是很活泼很可爱的那种 如果是像我们这种方脸 短方脸面剪的话呢 嗯 就不是好像被剪坏 是那种被人强行 按在地上 故意剪坏的那种 像李圣津这种窄眼小脸 他剪出来这个没上刘海是这个样子哈 然后我让我私设计小哥 把我的脸 披上去 哦对 如果是有李圣津的粉丝生你们道歉哈 sorry sorry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住了 我搞这个发型呢 就真的是 很像那种刚刚退休的火大姐 出门旅游之前追赶潮流 被家门口的托尼老师 呼忧之后剪了头哈 在我脸上真的是丑哭哈 但是我哭也没有用 将这壶晒不干免费 北上管不相信眼泪 但是我没上刘海呢 他跟其他还是一样的 会二次压缩脸的长款比例 让我的脸更短更方 还是会让人把视线中心 都挤在这个地方来 所以说如果 眼睛小啦 大鼻子啦 塌鼻子啦 大嘴巴啦 宽宽的下合脚啦 搭对照一下 这几个特点你们占了几个哈 反正我的话就是全占 不过这种眉上刘海的话呢 也不全都是坏处 以前这种眉上刘海之后呢 你的眉毛全部都落在外面了 那你肯定是会在家里面 勤加苦练画眉技术的吧 这也不实为一个 练习画眉的好方法 也是逼自己成长他 第三种 漫画刘海 像Lisa呀 小松蔡奈呀 他们都是这种漫画刘海的代表人物 对在他们脸上真的是很好看 对不对 他跟前面的两个刘海一样是亲姐妹哈 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归就是不适合我们方脸的 来来来 3 2 1 设计小哥上图 请大胆的把Lisa的脸抠下来 把我的脸按上去 对不起有Lisa的粉丝吗 对不起我给你们下跪了 但是我也是为了我们广大的方脸面 给你们有参考对吧 就是两口用心 同学们看着我的图 把劝退打在公屏上 这漫画刘海它好是好看 但是它对脸型的要求就是特别高诶 它跟前面两种刘海一样 如果你有优点的话 就放大你的优点 如果你的五官上有缺陷的话 就放大你的缺陷 然后还会让人着重关心 到你宽宽的下个角 对 所以这个发型对我们广大 方脸美人来说是不合适的 第四种 龙须刘海 那龙须刘海呢 顾名思义就是 额头前面有两柳 像龙须一样的刘海 所以呢就叫龙须刘海 是适合我们方脸的 终于有适合我们方脸的刘海了 不容易 虽然说这种龙须刘海 它只有两柳 发量不多的刘海 但是呢 有自己的空气感和轻益感 然后它这个线条呢 也能稍微修饰一下 柔化一下我们的脸型 龙须刘海的话呢 可以搞直的 也可以搞卷的 那对我们来说的话呢 有弧度的卷的 当然能更加修饰我们的脸型的 所以呢 我更加建议大家搞卷的哈 像龙须这张呢 就是龙须刘海 然后加了一点就是并角的小碎发 这样子 这个把我的脸披上 我觉得也还蛮和谐 对不对 而且我N年之前 拍的那个影楼艺术照也是 那个发型师帮我弄的 发型就是后面扎起来 然后两侧有龙须刘海 这样子 我这边放的图是圆图 没有修过 没有磨皮 没有瘦脸的圆图哈 大家这样看 我都觉得还挺修饰我的脸型的 有没有 就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的 都还蛮修饰我的脸型的 也还蛮清爽的感觉 对不对 那像龙须刘海的话呢 就非常适合广大爱扎头发的同学 我记得我之前直播的时候呢 就有没有人问我说 小伙有什么办法能够 让大光明更加修饰脸型 我说就把头发全部猫上去 前面没有一点头发那种嘛 他说对啊 他如何让马尾 让大光明显得更加修饰脸型 我说以前都没头发 怎么样修饰脸型 那不可能的呀 巧妇难为无名之吹的呀 所以说呢 像这种龙须刘海 就是很适合扎发的同学了 就依靠我们的龙须刘海 以及两侧的一些小碎发哦 就平时你们大家可以用卷发棒 来稍微的做一下卷度 就会比单纯的大光明 单纯的马尾要好看很多 第五种八字刘海 八字刘海呢 就是看上去像个八字 所以呢叫八字刘海 其实不能直接说 八字刘海适合我们方脸 我觉得是要看情况的 其实八字刘海 它分长短之分 而且跟发量多少也有关系 那像那种短短的 且发量多的 八字刘海的话呢 其实不适合我们方脸的 对比如说像这样的 八字刘海 它的刘海的发量 并没有说很轻薄 肉眼上看上去 还是很接近 就是两片的这种 对不对 这种八字刘海 就相当于是 你把齐刘海这样子剥开了 对不对 但它整个一大片 这个整个亮感 还是在这里的 所以呢我们的视觉中心 还是会往下移 而且我们的整张脸 从远处看的话 会是一个小三角形 加一个大正方形 这种奇怪的 齐形怪状的结构 所以说像这种短八字刘海 加上发量比较多的话呢 其实不太适合我们的 而且如果说你是一个 那种颧骨 比较突出的方脸的话 八字刘海长度 是非常要注意的一点 那如果刚好在你的 颧骨上方的话 这个线条 就会更加加重 这个颧骨的存在感 就刚好搭在这个 颧骨这个上面的话 就会让你的颧骨 变得更加突出 我发现其实像杨超越的话 她是非常喜欢 留八字刘海 不管是短的 长的 她都喜欢 留 好 来 设计小哥 准备好了吗 321上我的图 我感觉这张 每一眼之间怎么那么像 何炯老师 每一张我都那么像男人 为什么 那像这种短八字不太适合的话 长八字刘海要好很多 比如说像杨超越的这一张 很觉得你来把我皮上去 虽然说看上去 还是会有点奇怪哦 但是从脸型与发型的角度上 来看的话呢 其实是有修饰到我的脸型的 它是一路从颧骨这样子 修饰到我的腮帮 所以呢 总结而言 长八字会更加修饰我们的脸型 第六种刘海 羊毛卷刘海 同样呢 先上结论 不能笼统的说它适合 或是不适合 同样它也是需要看情况的 如果说是这种很密集的 像这样已经卷成了一大片刘海的 看上去就是一个 亮感还算厚重的刘海了 那即使是我们所说的 卷发它会稍微的修饰脸型一点 但是呢 像这样子也是不OK的 因为它整体的话 看上去还是一个比较厚重的 大片的刘海了 对不对 还有脸脸 来 三二一 上一图 坏上我的脸 为什么还是这么像 女招大佬 真的很像个男人 当然也并不能说 所有的羊毛卷都不是嘛 只是说前面这种呢 我觉得是不适合的 但是也有适合的 比如说像七味的这一张 它的额头 左右两边是有少量的羊毛卷 而且它下面两侧呢 还有稍长一点的卷发来修饰 然后它把头发也扎起来了 把你的颅顶挑高了 那这个发型呢 其实还蛮适合我们短方脸的 像我之前的话呢 我也出过这种类似发型的分享 有没有 手把手教你们做的这个发型 你还记不记得 看过视频的抠一 有亲自实践 上手时操过的抠二 表演一下你们 像这种类型的发型 这种思路啊 我们这种短方脸来说是真的很管用 但是像平时拍视频的时候呢 然后我自己平时也是最简单的 就这个样子头发 也没有弄卷疤呀 扎头疤之类的 因为呢我跟你们一样 懒 所以呢想要更加美丽 就得折腾 朋友们就得折腾起来 给我老铁 给我铁子啊 怎么突然变成了东北人 所以说呢像这种 如果要没卷刘海的话呢 大家可以尝试 很少亮的那种 好吧 好那接下来就是第七种 N4型刘海 先上总结 恭喜恭喜 你非常的适合我们方脸妹啊 N4型刘海呢 就是看上去是 S型状的刘海 像这种刘海的话 它对脸型的包容程度是非常高的 就是它 不管是适合我们方脸 它适合每一种脸型 就基本上 只要是连方脸都适合的 刘海的话呢 其他脸型也都适合 我们是最难的那一种 呃 呃 想哭 大家可以看到 S型刘海它的走位就非常的妙 它拐弯的地方呢 遮住颧骨 它下面又拐弯的地方呢 遮住我们的下颌脚 是不是修饰的效果就非常好 就是一键双雕 一个S 遮住两个缺陷 所以说呢 颧骨突出下颌脚 突出这两个缺点呢 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掩饰和修饰 再去些许柔和的渗条 其实S型刘海的话 非常接近我们的 测分发了 会发现很多女明星 她们都很喜欢 二八分或者三七分 把这个刘海分到一边来 然后头发多了这一边呢 她们就会弄一个S型的 对不对 不管是短发还是长发 就可能是S型的波浪卷啊 然后如果是短发的话 她可能刘海这里 也会稍微弄一个这种S型的 像很多本身就是方脸的明星呢 她们尤其是爱这样做 因为像这种S型 是真的特别的修饰我们 方正感的脸型 这个效果特别好 也会比较自然大方 那像平时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没有错用卷发吧 可是我手残我懒 没有伞的孩子就只能努力奔跑 还不会卷头发的呢 去看我之前的视频哈 我都出过灯 好第八种就是空气刘海 剪过空气刘海的请抠一 这个刘海的话就是 N年前一直活到现在 还依旧是很火对不对 而且有很多人都说 空气刘海适合我们方脸 但是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的 依旧还是要看不同的情况来的 比如说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短方脸的话 那你不适合空气刘海的 上图 然后我知道大家又要笑呢 对我知道可能是会看上去有点不太和谐哈 虽然说披上去的图看上去有点奇怪哈 因为你们都知道我是长啥样 所以看着合成真会不自然好笑 但是大家只需要看这张照片上 脸型和发型之间的关系哈 出来的效果跟其刘海是差不多的 就是会显得我的脸短脸宽的 那如果说你一定要留空气刘海的话呢 那你一定是额头比较饱满 你的上蹄的比例是比较大的那种 才能够去尝试空气刘海 而且空气刘海的那个轻薄程度 我是建议要远远高于刚刚这个图上的轻薄程度 因为如果只要一厚重的话 又变成嫩牛五方了 就完全得不到修饰啊 好那接下来第九种法式刘海 最出名的火了非常久的法式刘海 应该就是辛子蕾的那个同款法式刘海了吧 而且呢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发型适合方脸 但是呢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的绝对 真的也要看情况的 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说辛子蕾的这个发型 拯救大脸宽脸方脸 所以呢很多人就直接拿着辛子蕾照片 去找托尼老师收回剪一个同款 但是我发现典型的那个辛子蕾的发型 它有一部分呢它是不是适合我们方脸的 比如说这张 我完全看不出哪里适合方脸啊 它稍显厚重的刘海 视觉焦点还是会下移 头发整理是一种往里收的感觉 有没有 让人的重点就非常集中在五官上 那就像我这五官很点评 然后面中又凹陷鼻子嘴巴少略不好的人 那还是大家来看我的缺点 来看我的缺点呀 就求感觉呀 那但是为什么辛子蕾它剪 就这么厚的刘海太好看了 我翻它早期的照片 会发现它的额头比例是比较大的 它有地方放这么多刘海 离形短方脸的话 我这里根本就没有空间来放 虽然说这个发型呢 我觉得相比较而言 如果说方脸脸真的要留的话 也请保证你是一个长方脸 并且你的上脸比例是比较大的 你才会比较适合它 而且我觉得也要对它进行改良 你并不能直接照抄辛子蕾的全部 我觉得要改的是哪里呢 首先刘海不能这么厚重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轻薄 就是保留法式刘海那种慵懒随意的感觉 但是呢那个厚薄度要薄一点 而且你们看辛子蕾 展示它侧面照片 我们还是能看得出 辛子蕾的发型是确实非常暖 它头发剪的非常的有层次 所以你跟你的tony老师说 一定要剪出层次 剪出水平 对你看它就这里 它的侧面这里还是蛮修饰我们的脸型的 就我们的腮帮啊什么的都能够藏到下面去 总结而言这种法式变化的话呢 更加适合长方脸面去剪 而且呢要稍微进行改良一下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刘海呢 那就是5166 其实在讲前面的内型流海 内型的时候呢 我也一直在反复的强调 那像我这种理性方脸的话 如果真的要留刘海 会显得我的额头更短 更窄 又会突出我的下颌骨更宽 我的下半长脸更大 所以说呢我平时我都是没有留刘海的 就这样测分 对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说你不留刘海的话 一定要测分 3728都可以 千万不要中分 因为它是中分嘛 是均等的嘛 那就会把我们的本来就有这种方正感 方钝感的脸型 就会变得更加的有方钝感 这样斜着来才会把我们的方正感打破一下 但是有的时候我发现我拍视频的时候 拍着拍着头发就自动中分了 好烦 后期的时候一看素材 怎么又变成高晓松老师了 好啦那今天说了这么多 提到了前面这十种刘海类型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心里多少会有点数了吧 就是你要不要搞刘海 你要搞什么样的刘海 对不对 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数的话呢 那就先收藏这个视频 对然后再看一遍 或者是如果说你们真的还是搞不懂的话呢 想听一下别人的意见的话呢 就可以带图来私信我 我尽量给大家回复一些我自己的小建议啊什么的 好吗 好啦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一定要记得一键三连 拜拜